为什么赵丽颖365天都在拍戏,不敢休息?真相有些残酷。 杨幂、唐嫣、刘诗诗都曾被冠以判命三娘之名,是因为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不间歇的平凡接戏,一年365天几乎就没歇过一天,年年小盈平他们都有几部作品上新,但今年他们都开始慢下脚步,诗诗嫁给吴熙龙后已丝毫没有事业心,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拍戏了,唐嫣子归去来后也歇了将近四个月,连一向最拼的杨幂字扶摇后也少有的卸下了。 但娱乐圈中一直有个人是例外,他就是赵丽颖。 从心怀朱格格闯出点名气至今不过五年多,他已经拍了将近三十部的影视作品,一年有365天他是公认的360篇在剧组拍戏,而外界也不明白已经成名的赵丽颖为何还要如此的叛命。 对此,赵丽颖是这样回应的每个演员都有黄金创作期,他怕过了特定的年龄,一些喜欢的角色就无法再演了, 趁着拥有满满激情的时候,更多的去创造角色,想把表演的激情像蜡烛一样燃烧。 赵丽颖看得比较长远,也很现实,他今年已经三十岁,女演员过了四十岁基本就接不到什么女主的剧本了, 只能在电视剧中演演婆婆妈妈的角色,殊不知经过十几二十年才是他们演技爆发的时期, 女演员的职业生命断于男演员,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都抱怨过,但现实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接受。 有人统计,女演员潘红在近二十年中一共演了五十多位母亲角色,其中三十多个是恶婆婆。 余正的育佑女配杨明娜在三十二岁就开始挑战各种妈妈的角色, 曾出演过李沁、戴娇倩、唐嫣等小花的妈妈,被观众称为妈妈专业户。 年轻时她也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却在活色生香中年小自己七岁唐嫣的母亲, 在笑傲江湖中年小自己五岁的杨蓉母亲。 1976年出生的刘敏涛跟马依丽,锦东是同龄人,都已经41岁, 但马依丽,锦东还能出演一些男女主,而刘敏涛已经只能出演一些妈妈、大姐之类的角色, 她出道二十年没想到最后却是靠伪装者中的大姐和狼牙榜中的母妃走红, 她39岁的时候演33岁王凯的母亲。 刘敏涛21岁就开始演戏,在剧中演过不少老年或中年人的角色, 这种年龄跨度的戏她演得太多了,以至于给大家造成一种就是她在20多, 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她已经四五十岁了。 刘敏涛也曾无奈地说我也想在剧里谈个恋爱,不要总演大姐母妃。 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也挣扎了很多年了。 不止刘敏涛,就连42岁的白玉兰讲师后梅婷也曾在饭局上吐槽, 自己并不乐意演只比我小几岁的演员的妈。 在《则天记》中饰演天后的演员陈树也曾是白玉兰讲师后, 今年41岁的她接的也基本全是演妈的角色,她本人挺排斥的所以也拒绝过一些, 演技虽好但年龄始终是到鸿沟。 王林因出演《情深深与蒙蒙觉疑》的形象,太深入人心导致她年纪轻轻就演不了什么好的角色, 在出演《雪怡》时她不过年近31岁, 并剧中饰演其女儿如婷的林心如竟大了6岁。 她还是吾尔康周杰的同班同学, 结果一个演的是林心如的爱人,一个演的却是林心如的妈,想想都替她感到悟空, 这些年无论她演什么角色也总是摆脱不了《雪怡》, 根本无法转型。 但男演员就不一样了, 年仅40.50还能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70年的《沉浸编音甄嬛转活了》之后, 已将近50岁的年纪搭到90后李一同, 在电视剧里谈了场跨月20年的恋爱, 而且还有,温戏。 该说最有艳福的还是70年的张嘉义大叔, 多次搭到年轻演员拍戏,接的还都是男主, 除了江舒颖、李小冉、百百合外, 还曾和88年的王小辰演《我的体育老师》, 但张嘉义也确实是戏好,演什么像什么, 所以她经这样的戏争议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只有羡慕。 而只比张嘉义大了9岁的宋丹丹, 只能在情感剧《美好生活》中演张嘉义的妈。 为了不让两人看起来年纪太香, 放纵丹丹丹还得以一头饮法世人。 吴秀波也是圈内有名的大叔级男神, 68年的他还和89年的唐一新拍吻戏, 差了21岁, 手动at张若云。 70年的吴奇隆已经48岁了但还能接到一些男主的戏, 甚至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过, 像有一些女演员啊, 你们现在好好珍惜,跟我合作的机会, 你可能以前演的是我妹妹, 接下来有可能演到我女朋友, 演到我老婆。 我如果再撑几年, 所以你们要加油, 演到我妈妈。 虽然这言论给他招来了不少的吐槽声, 但他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女演员的演艺生涯本就比男演员短。 像在他和王子文合作的新剧中饰演吴奇隆, 母亲的王姬只比吴奇隆大了8岁, 吴奇隆可以和小17岁的王子文谈恋爱, 王姬却要演他妈。 比起年纪到了不能接到喜欢的角色而言, 一些年纪轻轻却已经开始接中年角色的演员才是最可怜的, 但内地市场就是这样虽然残酷但你必须接受事实。 最近刚结束的韩剧《迷雾女主金男猪》已经是位47岁的中年演员了, 但剧中强大的气场还是让观众折服, 并为该剧带来超高的关注度和话题, 评分也一直维持在9分以上。 或许多年后在影评上我们也能看到优秀的中年演员罢评的一天吧。